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早安 早安 昨天有同學問我 許醫師是不是開始留鬍子 其實不是開始留鬍子 是還沒有刮 因為我們常常 改變一下造型 每天早上 男生起床都是先刮鬍子 然後就 懶得刮 覺得留起來 其實我常覺得這個留鬍子 很好笑 有的人就會覺得 很有味道 或是覺得很性感 性格 有的人就會覺得髒髒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 男生 留鬍子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很好玩就是可以看到 每個人不同的 信念 跟投射 而且常常是很兩極化的一個觀點 很兩極化的觀點 比如說有時候像我自己如果一段時間沒有刮鬍子 比如說像今天這個樣子 那有的人就會覺得 很好 那可是不喜歡的人就會覺得 這個怎麼那麼糟糕 是不是最近很頹廢啦 還是最近 遭遇到什麼打擊啦 還是怎麼把自己搞得這麼邋遢啦 那我要說的是 在些不同當中 真的每個人的 信念的差異性就出來了 那什麼叫 信念的差異性 所以有時候 我常常還是回想到 賽斯講的一句話 他說 比如說我們在物質實相裡面 我記得上個月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在物質實相裡面 我們真的會以為 我們是在一個客觀的世界裡 我們真的會以為 環境是客觀的 比如說大概在座的每個人 你很難否認 這個 忠誠競技能堂的演講廳 是客觀的嗎 它是不是一個客觀環境 來大聲說是不是 當然是嘛 這個椅子是客觀的嗎 而且不是你們家的沙發嗎 你們家的沙發 還可以說是主觀一點 因為是你去挑 你去買的 所以很顯然 我們覺得這個環境是 客觀環境 客觀環境 可是 如果你對賽斯書有足夠的深入 你會發現 賽斯常常講一個觀念 從來沒有一個 客觀的環境 意思是說 你覺得這個 演講廳是客觀的 其實不是 它甚至是你主觀創造 它甚至是你主觀感受到的 如果我這樣說 各位你大概就開始有點接近 我要表達的意思 就是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對這個環境 都有你們主觀的感覺 你們覺得這裡很亮還是很暗 你們覺得這裡很溫暖還是很擁擠 你們覺得這裡很舒服 還是讓你很不舒服 你覺得這個場地很大 還是其實蠻小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就這個部分 再深入一點 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會以為 我們是在一個客觀的宇宙 我們會以為 環境是一個客觀的現象 這根本是一個錯覺 來各位 這根本是一個錯覺 好 可是 當我這樣說 或當賽斯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在顛覆整個科學的假設了 各位你要知道 科學不是一個真理喔 科學只是一個什麼 假設 假設各位明白嗎 我假設 你這個月瘦了兩公斤 其實你胖了兩公斤 譬如沒有 你放心 你只是穿黑色的衣服 你沒有瘦兩公斤 各位 我假設你 很有錢 我假設你 今年四十歲 對人很大方 都不小氣 各位 我假設 接下來 你會採取什麼行動 各位 假設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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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是一種 我們對我們心目中的 一個事實 所做出的一種 推論 所以各位 科學是一種 推論 而且是建立在 假設的基礎 我假設 你端午節會包粽子給我 可是你沒有包給我啊 對啊 我假設 你會離開那個狐狸精 你不見得離開啦 各位 假設 不一定是事實 可是假設 對你有沒有作用力 有 所以各位 常常 我們不是根據事實在起反應 我們是對我們心目中的什麼 假設 好 各位 所以所有你的 一輩子的信念跟人生觀 其實是一套假設 我們每個人 個別的世界觀 個別的人生觀 個別的對人的看法 各位 請問你們 對人的看法 你認為 是一個事實 還是一個假設 你對別人的看法 來 是一個事實 還是一個假設 它有可能 讓你覺得很貼近事實 可是不管多貼近事實 它是一個什麼 假設 好 那我們就要說了喔 有的人的假設 很貼近 所謂的事實 有的人的假設 離事實 很遙遠 就是我們所說的白目 白目知道嗎 白目就是 老闆已經氣到火冒三丈 想把你開除了 你每天帶著愉快的心情上班 這樣了解嗎 白目就是 就是 爸爸媽媽 少子 什麼 少子 少子 要走起來了 孩子還在那邊 老婆婆 知道 少子 少子 才知道會好 對不對 各位 那叫做白目 好 所以我要說的是 科學其實是建立在一個 假設的基礎 它假設什麼 假設 我們活在一個客觀的宇宙 它假設 我們活在一個客觀的環境之下 來 各位 再仔細聽 這是一個假設 好 可是通常 我們怎麼發現 假設出問題了 就是我們開始看到 相反的證據 好 各位 我要講相反的證據囉 如果你集中在相同點 那麼你會發現 人有太多的相同點了 好 我們都是用嘴巴喝水 來用鼻子喝水的請舉手 我們的頭髮 都是長在頭頂上 不是長在屁股後面 各位 當我們把焦點 放在相同之處 你會找到很多的相似性 意思是說 如果你覺得你爸爸媽媽是愛你的 你會找到一萬個理由 如果 他真的好愛你 如果 你的假設是 你爸爸媽媽是不愛你的 你會找出 也是一萬個點 證明 他們的確是不愛你的 各位聽懂了沒有 所以常常假設本身 就會代表了你 注意力 焦點的 集中 你以為你的假設是 客觀的 可是你的假設是什麼 主觀的 各位 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一個 眼睛沒有瞎掉的人 都會覺得這個人 怎麼這麼壞 這麼多缺點 可是這個人 在愛他的 父母親的眼中 有沒有看到缺點 沒有 各位 當這個人 是你的 小孩 你不容易看到缺點 當這個人 是你的愛人 尤其在熱戀期間 你的眼睛 是被拉把 咬到的 被 這個 寶寶眼睛 什麼 咬到死 但是寶寶 寶寶眼睛 被 屎蒙住了 但是寶寶不說 所以 你對 所有這個世界的假設 它可以是一個 操作的工具 可是 當你一旦 建立了假設 你可能就看不到 你假設之外的 證據 科學好玩在哪裡 就是任何的假設 都可以找到 證明這個假設的 證據 各位 請問 請問這是主觀還是客觀 你假設人很壞 請問你從古到今 找到所有人 壞的地方了沒有 找到了 你假設人很好 從古到今 你找到了所有人 好的證據了沒有 你假設人大無私 有大愛 為眾生服務 請問你找到證據了沒有 你假設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 你找到證據了沒有 你找到了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以為我們在一個 客觀的環境之下 但是 你認為環境是客觀的 其實這只是一個假設 好 那各位 遊戲來囉 如果今天 許醫師說 環境 從來都不是客觀的 你所存在的環境 其實是由你的心靈 向外投射 而且你對所有你認為 客觀的環境 你的感受 你的情緒 你對這個環境的看法 跟另外一個 在同一個環境的人 一樣嗎 各位 比如說同一個家庭 有的人覺得溫暖 又可愛 有沒有人覺得他的家庭 冷漠 然後每天想逃走 有沒有 有 所以各位 當我開始這樣說的時候 我再講一個概念 也許你可以 不再把環境 視為是一個 客觀現象 而 你開始把環境 視為是一個 心理跟心靈的現象 好 來各位 有沒有發現 許醫師在建立不同的假設呢 如果你把環境 視為是一個 心理跟心靈的現象 那代表什麼 好 我們講前一個角色 環境是客觀的 既然環境是客觀的 所以環境不會因為你的心理變化 而產生變化 它是客觀的嘛 各位 就像這本書對我而言是客觀的 不會因為我喜歡它 或討厭它 這本書起變化 變新或變舊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回到 剛另外一個假設 假設 你所以為的環境 從來都不是客觀的 它從頭到尾 是個主觀的 心理跟心靈現象 那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可以透過 對自己的 心理跟心靈的了解 表示我們可以透過 對自己的 心靈力量的認識 而可以開始 直接改變 我所處的環境 就是我身處的環境 的確可以因為我的心理變化 而產生外在的變化 所以外在的客觀環境 變成不是客觀環境 是跟著我的心念 跟著我的能量 跟著我內在的 心靈的力量 強大於否 而產生相對應的變化 來 各位 重點又來了 意思是說 你以為我們 是在個客觀環境裡面 那是因為你把焦點 集中在我們所有的人 對這個環境感知的 相同之處 你並沒有集中在相意之處 好 那我相信這一點 在魔術表演裡面 應該很好玩 像前陣子 好像看了一部 這個有線電視上面的一個 跟詐騙 魔術有關的一個電影 其中很簡單 他說 所有的爬手 所有的爬手 它只要轉移你的注意力焦點 各位舉例來講 等一下那個門突然被撞開 有一對男女在扭打 然後你們所有人一定會起力 去看這件事 後面進來兩組人 把你們在座位上的包包 統統偷走 聽懂了沒有 所以所謂的 竊盜或爬手 它一定先製造某一個事件 把你的注意力 吸到某一個範圍 當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個範圍 你這邊就忽略了 就是它下手的時機 各位了解嗎 那這件事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通常指集中焦點 在我們看到的地方 而你並沒有集中焦點 在你沒有看到的地方 好 回到剛才許醫師說的那個假設 我們過去一直集中注意力 在所有我們認為環境的 客觀性的證據上面 以至於我們忽略了 每個人所感知的客觀環境 其實差異非常大 以至於我們產生一個錯覺 我們所有的人在一個 一致性的客觀環境裡面 其實根本不是 每個人在自己主觀的心境裡面 因為你永遠在主觀的心境裡面 所以你所感知到的客觀環境 其實並沒有那麼客觀 各位 記得我以前告訴過大家 如果你心中悲傷的時候 你看到的雲朵 就很像一個哭泣的臉 如果你的心中充滿喜悅 你看到的雲朵 每一個都是笑臉 明白嗎 如果你是個心境很正向的人 你看到每個人都是人性的光明面 如果這一陣子 你心境很不好 又失戀了 又缺錢了 你就會看到全世界 每個悲慘的地方 這樣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好 所以我的意思在於 首先各位你要知道 我們要開始明白 我們的假設是什麼 好 剛剛許醫師說到這裡 可能你們會開始 發現這個假設 跟賽斯心法一直在講的 我創造我的實相 有沒有關係 有 來 各位 什麼叫做信念 信念就是一組假設 只是你是透過這個假設 來做為一個操作的工具 還是你是透過這個假設 來做為自我欺騙 明明你活得很痛苦 你卻假設你活得很好 還是你透過你假設 你一定可以克服這個困難 你假設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於是你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做好 所以所有人的信念 人生觀 其實就是一組假設 好 我先把假設 先講到這裡 再從我的假設的概念 來切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各位 什麼叫獨立 什麼叫依賴 我們對獨立的假設是什麼 我們對依賴的假設 又是什麼 好 我先從一個 我治療的故事開始談起 最近有一個 我治療的個案 她正在面臨 獨立 跟依賴的一個狀況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她只是一個 平凡的一個 她是認為啦 平凡的一個女性 也許也 本來胸無大志 學歷可能也只有 國中高職 本來就想過著 一般平凡的生活 那的確曾經有過 這樣的一個 意念 因為小時候家裡很窮 小時候家境不好 所以隔壁的這個 大伯大伯 他們就開著這個賓士車 或這個B&W 那於是她也夢想著 有一天如果她也能 開著一輛 賓士或B&W 多好 然後來就認識她先生 那認識她先生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這對夫妻 開始有了一個命運的 轉折點 比如說先生可能 剛開始也是愛玩 學歷也可能只有 高職啦 一般的大專啊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這對夫妻在結婚之後 好像吃了大力丸 先生又開始去 比如說把大學學歷完成 又開始去念研究所 然後進很有名的 這個股票上市上櫃的公司 成為高科技的人才 就是脫離了原來她的 國中高中同學 的那個層次了 然後這個 我們這位女同學也是一樣 先生也鼓勵她 再去把大專大學的學歷完成 鼓勵她自己 做生意 開間店當老闆娘 然後先生也成為了這個 他們公司的這個 慢慢 要升上了這個經理 高科技行業的經理 那等於說這對夫妻 在各方面 都往一個功成名就 一個很好的社會地位前進 可是 天不從人願 在三四年前 這位先生突然被診斷了 第四期的十道癌 各位 在上個月往生了 在上個月往生 上個禮拜 太太來看我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許醫師 我真的覺得 我先生開了我一個玩笑 我說開了你什麼玩笑 在這麼多年的婚姻當中 她我們兩個不斷地相依為命 互相依賴 在互相依賴的時候 我先生不斷地 推動我 推動我 有更大的野心也好 有更大的成就的動力 今天如果不是我先生 我不會自己開一間店 我不會當一個老闆娘 我也不會加入什麼福倫社 我也不會享受那種 她喜有身份地位的那種感覺 可能就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吧 可是 正當我覺得我們夫妻 要變成社會上的一個 人人羨慕的一個 成功的典範的時候 為什麼我的先生 就這樣子離開 然後留下兩個女兒 小學二年級跟小學四年級 各位 然後更悲慘的是 太太在先生往生前一個月 發現自己罹患的乳癌 所以她同時在 接受開刀 同時接受化學治療 同時在幫先生辦告別式 然後她開始來問我 徐醫師 接下來 我怎麼辦 各位 面臨什麼的問題 獨立的問題 各位 面臨一個女人 帶著乳癌 正在做治療 又有兩個女兒 她開始面臨獨立的問題 好 所以如果我們以這個例子 來談各位 我想說好了 我希望今天這個題目 是跟在座每一個人 切身相關的 切身相關的 好 昨天我才在跟我太太討論 討論我的父母親 我媽媽現在好像在南部 然後就雲林鄉下嘛 然後到了南部去 發現忘記帶鑰匙 呵呵 一個82歲的老人家 帶著一個應用 到了南部 發現整串鑰匙都沒帶 一直找了鎖匠 來開了門 然後整套換掉 進去之後發現 冷氣壞了 大家知道雲林鄉下很熱嗎 冷氣壞了 是不是找人來修冷氣 還有冰箱也壞了 就換了一組 又去買了一個新的冰箱 大家知道 我媽媽騎摩托車是騎身分證的嘛 摩托車要發動 因為太久沒有發動了 整組電池壞掉 要找人來換電池 就聽說昨天晚上搞到9點多 還沒有吃飯 各位 我媽媽在學習什麼 來 學習什麼 獨立 好 後來我早上再跟我太太討論 其實 男性跟女性 到年紀越大的時候 女性的 一般而言喔 各位不是全部 女性的獨立性越來越強 男人變成口香糖 越來越黏 各位 所以為什麼很多老夫妻 女性都巴不得要擺脫男性 真的 像我有很多門診的個案 七八十歲的女性 憂鬱症 後來 許醫師 在內心的診斷書寫下 想要擺脫先生 而做不到啊 因為先生 可能以前長期在工作 也沒有朋友 也不懂得生活 退休了七八十歲 就很依賴 然後脾氣又不好 又不覺得自己有病 所以這時候的媽媽 紛紛得到什麼 憂鬱症 然後 藉由得到憂鬱症 來逼他的先生什麼 獨立 你不要再 依賴我了好不好 所以如果我剛講 我希望今天這個主題 能夠 貼近你們的主觀感受 因為你們現在正在發聲 未來你們也一定會發生 你們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像我大姐最近才把她兒子趕出去住嘛 所以我大姐最近蠻可憐的 女兒上個月出嫁嘛 上個月嫁女兒 嫁到桃園是吧 然後 跟兒子媳婦 感情又還好 對不對 反正大家往反方向講就對了啦 我不宜講得太清楚 感情又還好 因為生活很靠近嘛 住一起嘛 生活上就很多的 習慣不同啦 看不順眼啦 然後後來我大姐終於下 受不了了 跟兒子下最後通牒 我請你搬出去好不好 媽媽還想多活幾年 沒有啦 這是我自己編的 好 那因為這個兒子 其實過去也從小到大 沒有真的離開過這個家 那所以我就跟我大姐講 我說應該讓她獨立 讓她學習獨立 啊不 什麼都感覺 理所當然 好 吃白 我母 又順便 靠白 愛白叫母 好啦 這是我自己 揣測的啦 人家不是這樣子啦 各位 好 對每個人而言 我們一定有這樣的矛盾 就是 你會希望某個人 不要那麼依賴你 你希望他可以獨立 可是有時候 你又希望某一個人 能夠讓你依賴 有沒有發現 你又發現 你又希望某個人 能夠讓你依賴 可是有時候 依賴得太過分了 你喘不過氣來 你又希望 他哪邊涼快哪邊去 希望他不要太黏你 因為你想要有個人的空間 可是有時候 你又覺得自己 真的很孤單很寂寞 多想要有一個人在身邊 各位 我也聽過很多這樣的學員 也許很孤單很寂寞 多希望有個人陪在身邊 可是 當他真的哪一天找到了一個人 他真的有比較快樂嗎 好像更痛苦耶 他就開始懷念之前 一個人的日子 我要說的是獨立與依賴 到底這兩種感覺 到底這兩種主觀的心理狀態 到底這兩種或生活方式好了 他如何在我們的內心交織 回到剛剛我爸爸媽媽的比喻 後來我太太就 有一個小小的觀察 她說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 爸爸比較依賴 爸爸比較依賴 所以比較依賴的人 要先走 喔 為什麼比較依賴的人要先走 因為比較獨立的走 那依賴的怎麼辦 有沒有 所以 我就留你先走 因為你比較依賴 對不對 所以比較依賴的 會先走 因為留下的那個 就比較有能力 獨立 把自己照顧好 那如果比較獨立的先走 那小孩子 就要玩大風吹了 大風吹 吹什麼 吹跑不掉的小孩 就要被那個依賴的那個 抓住 各位有沒有發現 然後假設 大家一定有一些共同的經驗 父母親有時候年紀越大 無形當中會越什麼 依賴 會越 依賴 所以在我們講 人的發展階段 好像最近又有人畫出一個圖 當我們在剛出生 嬰幼兒的時候 然後 是很依賴的 後來到青少年 慢慢獨立 到成年人慢慢獨立 到了 老年了 又開始覺得孤單了 又想要依賴的 有沒有 又開始沒有安全感了 開始希望孩子在身邊 好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曲線 好 所以各位 再回到剛剛講 獨立與依賴 代表了我們內在的 怎麼樣的特質 甚至獨立與依賴 代表了我們一個 什麼樣的靈魂的 學習與成長 好來各位 學習又開始要來講故事了 我記得上次我也曾經講過創世紀 創世紀 到底地球是怎麼形成的 萬物是怎麼形成的 個別化的 個體化的人類 又是怎麼形成的 來各位你先記得一個概念 所有的人類 最強大的特質是什麼 它是個人性 它是什麼 獨特性 它被個體化了 個別化了 那 所有的人類 在被個體化 個別化之前 是什麼狀況 那所有的人類 當你完成了 個體化 個別化了 甚至你完成了 所有在地球的 輪迴轉世 那麼 代表了你是 更能獨立了 還是代表了 你找到了更大的依賴 來 假設 今天有一個人 經歷了完整地球的輪迴轉世了 他不再回到地球 用肉身的形式 存在 各位 某個部分 你可不可以說 他獲得了 越大的 獨立性 可是你也可以說 是不是他找到了 更大的 依賴性 他也許依賴了什麼 他也許依賴了 佛 也許依賴了 基督 也許依賴了 宇宙的 智慧 所以 獨立跟依賴 是怎麼運作的 來 我們再往下 再來聽故事 來 我很喜歡從這句話開始 當賽斯在講創世紀的時候 他用貓來做比喻 比如說魯伯跟約瑟 有一隻貓叫咪子 他說當咪子 還不是一隻貓的時候 當咪子還是天上的一朵雲的時候 那一朵雲還並沒有被剪裁下來 變成一隻貓 的時候 所有的個別意識 都是以群體意識的形式存在 當咪子就是那隻貓 還沒有從那一片雲朵被剪裁出來之前 所有的個別意識 都是以群體的意識存在 來 各位 什麼叫群體意識 就是彼此相互依賴 好 之前看到網路上 有一個很有趣的新聞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新聞多好玩 有一個美國的民眾 到Shopping Mall 這個購物中心去買東西 可能在裡面逛了一兩個小時吧 結果出來到停車場 各位 你發現 你知道他發現什麼嗎 他的 後車廂 大概半邊的後車廂 爬滿了蜜蜂 整片像蜜蜂牆一樣 爬滿了蜜蜂 他嚇死了 就是整個車子的後面 後車廂 包括後面的擋風玻璃 整整一半 沖沖 布滿了 幾千萬隻的蜜蜂 於是他打電話給警察跟消防隊 包括要把那些蜜蜂趕走啦 噴什麼 不是殺蟲劑啦 沒有那麼殘忍 比如說什麼不會傷害他們的噴水啦 幹嘛都趕不走 後來他們 終於發現了為什麼會有那堆蜜蜂在那裡 為什麼趕不走 來 誰知道 來 來 那個香帥 因為有一隻蜂王 女王蜂 不小心被車子的什麼 那個 後面的 可能是雨刷還是幹嘛 還是那個 蓋子被困在裡面 有一隻女王蜂 蜂厚 被困在裡面 所以所有的蜜蜂就飛過來 想在那邊組一個蜂巢 以女王蜂為中心 所以各位 基本上蜜蜂跟螞蟻 是一種集體意識 來 各位 可能各位對集體意識 還沒有很深的概念 我再舉個有趣的例子 之前有一部電影叫 Anders Game 叫 戰爭遊戲 來 看過的請舉手 一個小男孩主演的 來 舉高一點嗎 叫Anders Game 叫 戰爭遊戲 戰爭遊戲 那 電影裡面 有一段 原著小說有 電影沒有 就是 不是長得像鵝一樣的外星人嗎 對地球發動攻擊 結果 那一次外星人對地球發動攻擊 大概死了幾百萬的地球人 死了幾百萬的地球人 後來地球人記取這個教訓 訓練了一批 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在打電動玩具很厲害嘛 那現在戰爭的操作 都是像電動玩具嘛 藉由這一群 操作電動玩具很厲害的小朋友 來操作一個高科技的 武器 想要消滅這個外星種族 可是 人類一直很奇怪 外星人自從上次侵略地球 殺死了幾百萬的地球人之後 好像十幾年沒有再 攻擊過地球 所以人類就覺得 我一定要在你下次下手之前 把你消滅掉 好 那電影沒有演出來 為什麼外星人沒有繼續攻擊地球 其中有一段很好玩 因為那一群外星人的種族 他們是屬於集體意識 集體意識 而當他們跟地球接觸的時候 他發現每個地球人都是獨特且個別的 意思是死一個少一個 而不是用集體的形式 所以對這一群外星人而言 他們的生命是用群體的方式來算 不是用每個個別的意識來算 所以他們的種族 如果死掉一半 基本上他沒有死掉 因為他的意識跟靈魂 是用集體的方式而存在 來 各位我再舉個例子 你就知道了 你身體的細胞 他是集體意識 還是個別意識 好 其實你可以說 他是個別也是集體 因為你身體的細胞每天在死掉 你的身體有沒有死掉 所以各位 你的身體 並不會因為你的細胞的 個別細胞的死亡 而帶來身體的死亡 所以如果這個族群 是用集體意識的方面存在 集體意識的形式存在 那根本每一個個別 他是建立在一個依賴的基礎 他的小生命 跟整個的大生命 是連結在一起 於是個人的存在 就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人 各位 來 學習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我問你各位 在一個家庭裡面 有沒有可能 哪一個爸爸跟媽媽 會犧牲自己的生命 來保護你的孩子 有沒有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我們 是那麼獨立的 單一的生命體 如果我們的 個別性是如此的強烈 你怎麼會藉由 犧牲掉你的個別性 而成就了一個更大的生命體呢 或是我們比喻戰爭好了 各位 在戰爭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 軍人 願意犧牲個人的生命 而讓所有的 他的同胞 能夠活得下去 或是我們這樣講好了 假設在戰爭裡面 假設在戰爭裡面 譬如好了 我們台北峰會的主任 今天假設面對一個情況 先不管這個情況怎麼創造的 今天面對一個情況 台北峰會的主任 必須藉由犧牲自己 來拯救全台灣的人 人命 來 譬如主任 你會不會這樣做 大聲說會不會 大聲說會不會 太小聲了我聽不到 來 會 會 會 來各位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有一個 當然他也許在騙我啦 但是我說的不是他 可能在座的每個人 你都會 如果在某一個狀況 你必須犧牲你一個人 來拯救全家人 你會這樣做 或是有時候你必須犧牲你一個人 拯救台北市 假設三四百萬的人口 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會 各位 你不要跟我說人多自私 你會 那我們就開始在問 奇怪的是為什麼會 奇怪的是為什麼會 來我告訴大家答案好了 答案在於 雖然我們是一個獨立個別的個體 可是我們的存在 依然是來自 集體意識 各位也能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回到剛才學識的那個比喻 當咪子還不是一隻貓的時候 它是那一片雲的一部分 可是那一片雲 可以撿出來不只一隻貓啊 那一片雲可不可以撿出來一隻狗 於是咪子 跟來福 或旺旺 叫什麼 喵星人跟旺星人 他們是同樣 那一朵雲撿出來的 於是上帝在用那一朵雲 撿出來一個人 各位聽到我在說什麼 所以 在新時代的概念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所有的萬物 都是從 從同一匹 一匹布的匹 都是從同一匹神聖的布 撿出來的 來各位再講一件事喔 如果你是犧牲你的個人 而成就了整體 仔細聽喔 假設你是犧牲了你的個人 而成就了所有的整體 請問有犧牲嗎 有犧牲嗎 真正的重點是 根本沒有犧牲 因為你就是那個整體 那個整體就是你 你只是以為你是你自己 所以 覺得好像 你犧牲了一根手指甲 而救了自己一命 對於手指甲而言 手指甲說 拜託主人你不要犧牲我 主人就說你傻啦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 各位聽懂的意思嗎 它只是一個幻象 所以每一個的個體現象 它既是一個神聖的幻象 它又是一個神聖整體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犧牲 你覺得你有犧牲的感覺的人 你就根本沒有在犧牲 因為真正的犧牲 是沒有犧牲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你明白你根本沒有犧牲 而你犧牲所成就的這個家庭或整體 就是你犧牲了你的小我部分 而成就了你的大我部分 兩個根本都是我啦 這樣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了嗎 等於說 你放掉了這一點財產繼承權 繼承更大的財產啦 這樣的比喻 用錢大家就清楚了齁 用靈性跟精神比喻 不太能夠理解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 放掉我們的個人性 不是犧牲消滅我們的個人性 而是讓我們的個人性 在群體性當中 得到更大的 成就 明白了嗎 是個人性的放大跟成功 而不是個人性的縮小跟消滅 所以有時候犧牲個人 事實上是讓你的個人性 放大了 而不是 反而讓你縮減了 好 來 我再繼續講這個概念 獨立跟依賴 從每個人類 來各位你要記得喔 人類最早是從夢的宇宙來的 人類最早 還沒有獲得它的個別性 意思是說 早期的人類 根本跟樹的意識沒有分開 那一匹神聖的布還沒有被剪開 或是只是畫上的草圖 來我要各位打一個比喻喔 就像假設你們是做衣服的 各位做衣服你知道嗎 一定會先有一匹布嘛 然後在一匹布上先會畫出什麼 衣服的輪廓 就是打板嘛 打板完了最後才要幹嘛 裁切嘛 我們這邊有做衣服的同學 像我這個衣服就是 他做的喔 各位 這件衣服從哪裡來 在他獲得了個人性之前 他從哪裡來 他從一片布來 這樣聽懂的意思嗎 好 各位我要下定義囉 當這一 這一件衣服 變成了一件獨立的衣服 這是我們講的獨立 那這一件衣服從哪裡來 那一大片布 有沒有 整個攤開來一匹布嘛 沒錯喔 衣服從一匹布來 各位那整個一匹布 就是什麼 這樣各位有點理解我要說的意思喔 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們還沒有獲得 我們的個人性之前 我們根本是從 神 佛的意識而來的 我們是從 那一匹布 那一匹布叫做神性跟佛性 在你還沒有獲得個人性之前 這件衣服 還沒有被打板 畫線之前 它是那一匹布的一部分 那時候 我是我 你是你嗎 各位 你跟我 都是在同一塊布上 這一塊布叫做上帝 各位聽懂了沒有 你跟我 那現在我要做一個比喻囉 宇宙有一匹 神聖的 廣大無邊的 一片布 假設我們把宇宙想成一片布 這一片布怎麼來的 就不要問了 你就把上帝 想成一個偉大的裁縫師 於是上帝在這一匹布上面 撿一個你 撿一個我 撿一隻貓 撿一隻狗 撿一片山 撿一條河 再把這個山貼起來 撿下來 河貼出來 於是變成了整個宇宙 變成了地球 這樣各位明白了嗎 在山 是山之前 山不是山 山跟你我一樣 都在同一匹布上面 在一條河 還沒有是一條河之前 那一條河不是河 在一匹布上面 各位 所以這一匹布 這一匹布是什麼 活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當上帝用這一匹布 撿出一個你 你就出現了 當上帝用這一匹布 撿出一個他 他就出現了 所以各位 好玩在哪裡 好玩當我們現在 都是一個個別獨立的個體 可是我們卻忘記了 我們最大的本質 根本是來自同一塊布 好 如果我比喻 兄弟姐妹 來自同一個爸爸媽媽 各位有點知道我的意思 本是同根生嘛 相間和太極嘛 對不對 兄弟姐妹 本來都是來自 一個爸爸媽媽 但是如果說 所有的萬物 都是來自這一匹 同樣神聖的布 那各位就明白 許醫師要說的 什麼叫做依賴了 好 那 今天如果從我的角度 來講依賴 各位 第一個 在座的每一個人 跟我的內心 我們每個人的內在 都有一個強烈的 情感依賴性的本能 那今天我不會說這個本能 請記得 在座的每一個人 不論你是男性 女性 小孩也好 成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我們每個人的內在 都有一個 強烈的 情感依賴性的 本能 那今天我不会说 这个本能对还是错 我今天只会说 各位让我们 好好的来看清楚 这个内在心灵的 强烈依赖性的本质 来各位 这个本质的源头在哪里 你知道吗 这个本质源头来自于 你渴望重新再跟造物组合而为一 虽然你是从他来的 各位 就像我开玩笑讲一句话 所有被收养的小孩 不管后来你多抗拒 你都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 所有的孤儿 都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不然杨过 神雕小女的杨过 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去找他爸爸是谁 就后来发现他爸爸是杨康 还是一个大坏蛋 这就需要某一定的心理强度 才能自我接纳了 所以在在座每个人的内心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感天性 那个情感天性是什么 你渴望回到你所 裁剪出的那一皮布上面 你渴望回到 造物组的怀抱 你渴望回到神的怀抱 以基督徒来讲 你渴望回到上帝的怀抱 以佛教的术语来讲 你渴望回到阿弥陀佛的世界 因为你假设 投射阿弥陀佛是一个慈爱的 包容的 接纳的一个能量 各位 所有的人 男男女女 在最痛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 会喊两个字 哪两个字 电视的新闻常常有播阿 富二少酒驾被抓到阿 喊什么 大声一点 妈妈阿 电视不是常有播 有一个富二少啦 什么吸毒啦 干嘛干嘛 被警察逮到了 就大哭大叫 哇要找妈妈 有没有 不然什么叫阿弥陀佛 当我们在最无助的时候 你会阿弥陀佛 为什么叫阿弥陀佛 因为当你回到了 你是个baby的时候 当你回到了 你是个胎儿的时候 在哪里最安全最温暖 子宫跟每一个小baby 来那个女儿 还有儿子 当每一个幼稚园前的 或是小孩子 比如说 妈妈带着出去散步 当前面遇到坏人 小孩子第一件事什么 冲回妈妈的怀抱 然后躲到妈妈的后面 是吧 来小朋友是不是 哥哥不会了啦 哥哥会先跑掉 没有 开玩笑的 对 好 各位 冲回妈妈的怀抱 好 每个小孩子 当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先冲回妈妈的怀抱 然后脸 埋在妈妈的裙子里面 或躲在后面 有没有 各位 为什么 他在寻求什么 爱跟依赖 好 所以仔细听 不管各位 你今年几岁 是大人还是小孩 来 其实要描述一个 很生动的 心灵动力学的概念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强烈的动力 想冲回到宇宙诞生我们的那一股 怀抱的力量 所以我们最大的恐慌在于什么 当我们长大了 发现我们的父母 不再是我们能够冲回去 保护我们的那个堡垒了 这就是你长大的那一天 甚至后来更长大的时候 是父母冲到你的怀抱 要你保护了 各位了解了吗 当有一天 你的爸爸妈妈遇到危险 往回冲 冲到你的怀抱抱住你 告诉你 孩子我好怕 各位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们每个人的内在 我们都是从那一匹 神圣的布剪裁出来的 我们也渴望回到那一匹布 来 各位 徐师在讲 所有宗教里面 合一的概念 所有的圣灵充满的概念 所有的修行开悟 成佛的概念 各位 所谓成佛的意思就是 你跟佛合一了吗 你跟佛合一了吗 好 那如果以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用的是什么 依赖 我们渴望有一个情感的依赖 我们渴望回到宇宙更大的源头 各位 就好像每一只鲑鱼 你们看过很多那种生态节目吗 每一只大西洋的鲑鱼 太平洋的鲑鱼 会往哪里游 来 往哪里 它的出生地 每一只鲑鱼会回到它所出生的地方 然后再繁衍下一代 好 各位我要说的是 在座的每一个人 包含我在内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内心 渴求依赖 渴求在情感上 冲回妈妈的怀抱 像鲑鱼一样 在大海游历了三五年 成熟的鲑鱼好像要到三五年 第一次回游 回到它的出生地 找到了生命的一个 依赖的力量 各位 人如果没有在一个内在的动力 人为什么会形成宗教 人为什么会渴望宗教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个想要 信靠的力量 因为像基督徒讲的 我们是脆弱的 我们是孤单的 我们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遇到生命的抉择 遇到人生的痛苦 遇到事业的失败 遇到婚姻的挫折 各位 我们会渴求一个力量 让我们什么 依赖 各位 以赛斯心法而言 你会想要再成为那个群体意识的一部分 你会想要再成为宇宙的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跟神通的一部分 所以甚至有些人 为了要得到这个依赖 宁愿放弃他的什么 个人性 什么叫放弃他的个人性 就是我待在爸爸妈妈身边当妈宝就好了 我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 你只要不要有意见 不要长大就好了 甚至也许在座很多人 内在都还有一个很大的冲突 我宁愿我从来不要长大 我宁愿放弃掉我的个人性 也想回到温暖的集体意识 我宁愿我不要独立 我宁愿我不要长大 我宁愿我不要自我负责 我如果能够一辈子当小孩 一辈子带妈妈的怀抱就好了 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长大是要自我负责的 所以为什么你们老是想找一家大公司 老是想进公家单位 听懂了没有 因为公家单位就是妈妈的投射 进了公家单位 你就可以很好的什么 依赖 各位 你就可以很好的依赖 所以之前网路不是个笑话吗 说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拼命在 因为都是 那个什么以前孙悟空啦 孙悟空以前在 还没有归一堂三藏之前 大闹天宫嘛 然后什么又把那个 二狼神的孝天犬主来吃嘛 狗肉嘛 然后又有从什么南天门 拿着西瓜刀 什么丑起刀 若丑起刀 没有这是电影版的啦 然后从南天门杀到 哪里有没有 然后连玉皇大帝都拿他没办法 最后是出动了什么 西方佛祖 才收服了孙悟空 所以孙悟空那时候好厉害啊 有没有 可是后来 归唐三藏之后 到西天取经嘛 遇到什么 白骨精啦 蜘蛛精啦 常常就莫名其妙 无能为力 然后跟土地公求助 有没有 那他们就说 怎么前后孙悟空落差那么大 因为以前是个体户嘛 这个 是个体户 然后到 那个 天庭上面去 每个都是领吃工家饭的啊 那些天兵天将 谁跟你拼命啊 他等着领退休金嘛 结果到西域起经 遇到那个 白骨精 蜘蛛精 每个都是个体户啊 各个都拿命来拼啊 听懂没有 所以为什么差这么多 不是孙悟空不行了 是两边的 组织制度不一样 这样听懂了齁 所以各位 我开玩笑讲一句话 共产制度 在精神层面 是非常好的制度 你就不会怨恨贫富差距了啊 因为贫富没有差距啊 你就不用讨厌有钱人了啊 因为有钱人 通通变成无产阶级啊 各位了解了吗 最近听说欧洲 好像哪一个国家 在探讨 发每个老百姓 基本薪水 各位意思是说 只要这个人 假设齁 来 各位选我当总统好不好 来 大声说好不好 好 大声一点好不好 好 我告诉你 我只要一个政见 你们就会选我 凡所有中华民国人民 只要领友户口 政府每个月 发三万的基本生活费 哇 要算多少 要算多少 凡中华民国国民 政府 每个月 每个人 发三万的生活费 好不好 好 要算多少 我都算吗 三万有当下就比你现在一个月的薪水更多了 我来说 三万花下去 什么不用说 我大姐第一个把工作辞掉 弟弟我不要工作了 我一个月三万生活费够了 我可以把诊所的主任辞掉了吗 来 回到许师要讲的依赖了 依赖好不好 好 爽不爽 爽 爽 妈妈的怀抱 温不温暖 上帝的爱 慈不慈祥 我讲 佛 慈不慈悲 慈悲 好 我们每个人回到爱里面 回到依赖里面 温暖 开心 我在跟大家讲很重要一件事 我现在讲的不是假设了 是赛斯书里面提到的 早期的人类 那时候 还没有进入肉体 早期的人类 还以梦体的形式存在 梦体的形式存在 就早期人类 不是肉体 是能量体 那 当人类早期在能量体里面的时候 人类那时候跟万物的意识 都没有分开哦 各位 第一个 那时候人类还在梦体里面 还没有全然的 在肉体里面醒过来 那时候 人类会不会肚子饿 因为梦体不用吃饭 听懂没有 第二个 梦体不用受地心引力的束缚 听懂我的意思齁 这样我跳得很不好 梦体不受到物质地心引力的束缚 再来 梦体需不需要逃避狮子老虎 肉体才需要躲避猛兽 肉体才会受伤 听懂了没有 在梦体里面 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畏惧 在梦体里面你不会受伤 你不需要食物 正顺便告诉大家 梦体没有生殖器官 所以天使是没有性别的 在梦体里面 因为梦体不会死掉 不会受伤 所以人类 没有繁衍后代的需求 所以人是进到肉体里面 才分两性的 才开始有了生存 逃避危险的必要 各位你要知道 早期人类在梦体里面是多么的快乐 圣经上的描述 就是在伊甸园里面 佛经上的描述 就是我们还没有来地球轮回之前 就是人还没有那一念无名之前 听懂了没有 人还尚未获得那一念无名之前 我们一度都是那在梦体里面的存在 既不用担心肚子饿 也不用担心掠死者 身体也不会受伤 也没有死亡 这样明白了吗 各位 这就是早期的什么 依赖 好 当我在讲依赖的时候 各位 很好 我刚刚跟大家讲 选我当总统 就没错了 因为以后 每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只要你领友户口名簿身份证 每个月至少发三万 金台币给你 各位 幸不幸福 好 那我相信 所有的父母亲 你们的担心来了 啊这个孩子 家里很温暖 什么都做得很好 啊这个孩子 因为我没法 独立要如何 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你们现在的独立 是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生活 是为了孩子 能够去生存竞争 早期的独立 不是这个含义 早期的独立 是所有的意识 渴望被个体化 渴望被释放 渴望有自己的口味 来各位 孩子跟父母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当孩子还小的时候 你只能吃 之前有网路一个笑话 他说什么 为什么孩子会挑食 大人不挑食 因为大人吃的都是他挑的啊 当然大人不会挑食啊 因为你吃的都是你挑的啊 小孩子为什么会挑食 因为所有小孩子吃的都是你挑的啊 所以小孩子 怎么样才能不挑食 长大了 挑自己喜欢吃的 就不会挑食了 各位 没错吧 大人为什么不挑食 因为你都挑你喜欢吃的啊 你到大卖场 都点你喜欢吃的啊 你当然不挑食啊 小孩子为什么挑食 因为你点的他不爱吃啊 好各位 所以宇宙不但是一个爱 我们又来到宇宙的基本精神咯 宇宙不但不是只是提供全然的依赖 全然的呵护 全然的支持 宇宙也是赋予你个人性 宇宙也是一股鼓励你独立的力量 各位了解我在说什么了哈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能独立 因为你的背后 有一整个宇宙的神佛的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跟神通 在当你的靠山 为什么你会拥有个人性 为什么你会有孤单 孤军奋斗的感觉 因为所有人类跟万物的集体意识 其实都是你的意识的一部分 但是 所有整个大意识 它不是只是提供你依赖的来源 各位就像父母亲 我们讲成长阶段 人在早期阶段 是不是藉由完全依赖父母亲而存在 包括婴儿都是吃妈妈的母奶 而当你长大之后 你渴望会有什么 好 个人性 我想要挑我要吃的 所以小孩子问问妈妈 请问妈妈今天的母奶 有没有香草口味 还是巧克力口味 妈妈就说等一下 我去喝一杯巧克力牛奶 等一下就有巧克力的母奶 可以吃了 各位你开始有了什么 选择 你的独立性出来了 好所以今天许一世要讲的是 如何把灵魂层面的独立与依赖 完美的了解完美的交织 而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在修行的层面上 也同时兼顾了 什么叫个人性的 发光发热 而在个人性的发光发热 你又如何是大地的一部分 你又如何是神佛意识的一部分 你甚至不只是为了你个人的意识而努力 你是集体意识的一个外在显现 来我们休息五分钟 因为我们还是要卖书 我们今天要卖两本书 一本书叫早期客 所有的赛斯的家族 应该期盼很久了 早期客 那一本是鸿玉的这个活出无限 那等一下有许一世后 在外面各位签名 我们五分钟 马上快速的回到现场 谢谢 来美玲上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因为刚刚说要请她上来 一直都 一上来就很搞微 一直都忘记 让她来跟各位分享 美玲是我们台湾的台南女儿 对不对 那后来嫁到了香港 那目前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香港 你看 各位她今天为了要上台 还settle一下头发 好 这有点夸张 来来 我不知道我要上台 那讲一下美玲自己在香港的一些学习的心得 那跟你学习了赛斯心法之后 你觉得对你自己的身心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谢谢徐师 大家好 我叫美玲 我是台南小姐 在台南出生 在座有没有台南人 举手 那我呢 现在住在香港已经30年了 我到香港自己创业 那么我今天上台来 还是要来感谢 我每次要感谢都会很感动 因为呢 我接触赛斯是很短的时间 可是遇到徐师 我真的是改变一生 我有严重的忧郁症 遇见徐师 就是遇见赛斯 然后呢 我住在香港 那我为了 那时候我就看报纸 我不知道许天生是谁 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有严重的忧郁症 那看了报纸 我想去报名 大家都好幸福 在台湾 在香港不是因为位置有限 每次我打电话去 都是额满了 没有人认识我 后来呢 我又经过了一年 大概有三次嘛 报不上名 有一天 我再打去 居然呢 我要谢谢刘先生刘太太 我不知道是Patsy 还是就有一位女性 应该就有通关密语了 就是报名都报不上 打电话去 就不能说我要报名 打电话去就说我要捐款 就会报名报得上 没有在开玩笑的 对 然后呢 后来 后来呢 我对 刚讲了一下说 我为什么要成为 容董的原因 这是只是情绪了 那后来 我今天要花多一点点时间 因为我捐款嘛 然后我就 后来我真的是报上了 那我第一天去听的 许天圣医师的演讲以后 我说天哪 这个就是我要成为的人 我从小 我从小我是 都是自幽生 我爸爸是台大医科的医生 我是医生世家 我们家有26位医生 我自己呢 从小都是很不爱读书 我很恨读书 可是我书就读得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我也不太笨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一个很强势的父亲 我从小没有什么事情做 我说就是要读书 好孩子 就是读书好就是好孩子 我爸爸是那种 日本时代那种 就是大男主义 然后我小时候曾经 很希望回到家的时候 我爸爸是死掉的 但是我又很爱我爸爸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我是老大 我有一点小聪明 书不爱读 可是小聪明特别多 我的小时候 我绰号叫做 回给木 还有一个绰号叫 恰杂我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不知道为什么 我充满了愤怒 很怕我爸爸 那爸爸是权威嘛 但又很爱爸爸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为什么很恨我爸爸呢 就很希望他死掉 因为我们每次到了下午 后来我才知道 我为什么到了下午的时候 都会不准 后来是经过一些心理的探讨 爸爸回到家里 第一件事情 就是像法官一样嘛 他不是说第一件事情 谁做了好事啊 爸爸讲什么 不是 什么人做什么事 哇 那我的特别就很会 叫做 叫做夹凤里生存 我就开始报告说 爸爸今天考一百分 那什么呀 所以读书嘛 那我妹妹就很可怜 爸爸一来就一巴掌一打过去 因为我要不要被他打嘛 所以我就是赶快 然后我弟弟也很不喜欢我 因为 他说他到现在还会跟我说 我弟弟是院长 那先不要说 哪一个院长 他回到家里 他说 姐你知道吗 你给我多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同一天发考卷 然后 我就是先亲给我爸爸说 爸我一百分 我爸就说 完了 我弟弟叫冠语 糟糕 蟹肉蜜蜜蜜 叫冠语 冠军的冠语 做的 然后又再蟹肉蜜蜜蜜 他说冠语 你可几分 六十分 啪 就这样给我切 然后我这个耳朵是聋的 我在想说 可能是被爸爸打托 不是啦 开玩笑 然后 所以我曾经很希望我爸爸 死掉 这是我过去 我到了后来 我什么都要第一名 然后后来呢 就 不爱读书 可是呢 我就顺利进入印尼中 进入台大 好市长大家都认识了 他坐到我隔壁 好太太呢 是坐我右边 然后我要感谢她 今天又要报一个爆料 我呢 上了台大农画系 我很伤心 因为差十分 上台大一科 我没有上 我知道我失望了 因为我有恐慌症 我进入考场的时候 我很害怕 我看错一个考题 就丢掉二十分 我们那时候 可是我的三民主义是满分的 差不多是跟国库思想 我很爱 我很尊敬 国库思想先生 我一直觉得说 哇他真的很伟大 可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那么伟大 我就是喜欢他 好了 后来我很感激 好市长 为什么 因为我很不想念书 我觉得完了 进入这个台大农画系 不是我要的 我所读的 都是我很恨的科目 我开始很愤怒 然后我为什么感激好市长 因为我每次学习 我不读书 我下课我就要看 我们都要比说 谁去补考 因为我不读书 我感谢好市长 每次补考 我看到郝荣斌 我就觉得我OK了 后来呢 我就低空闪过 后来呢 人家当市长 我们到美国去读书 我说 我知道 我是disqualified 我不合格 因为我没有补考 人家当市长 对不对 这是开玩笑的 然后 后来我就得了 我事业做得很成功 然后我就 从小就很匮乏的感觉 事业成功的 不开心 那么我先生说 我帮不到你 你有所有全世界的人 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不快乐 我又一种 当我 我说我要做实业家 因为我觉得我很穷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匮乏 我从小没有零用钱 然后后来我当了十月价以后 我赚一百万一千万我都不够 还要再更挣更多 也不快乐 我先生说 真的帮不到你 那我们家的有两个外劳姐姐 每天那边插玻璃很开心 唱歌 他们什么都没有 一个月薪水就是四千块港币 可是我就很气 我的一价子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我也不知道 后来有一个心理学家说 为什么你要编排 我才发现我极度没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衣服要改一个方向 就强迫症 不开心 然后我看这些工人姐姐 插玻璃又很快乐 唱歌像黑人那样的 然后我就心里就很气 玻璃又插不好 那也没钱 为什么那么快乐 I don't know 那后来呢 我就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我得工厂单很多的时候 很赚钱 我就很害怕 恐慌症 怕单做不出来 我没有单的时候又很害怕 就说工厂怎么下去 所以我每天赚了很多钱 我都没有用 就很不快乐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一直到我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因为我的工厂的单出了问题 那年我爸爸去世 我妹妹隔了七天去世 妹妹去世七天 我婆婆在美国去世 我整个人货柜出了问题 因为我搬了一个新的大工厂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严重忧郁症 后来不知道 找哪新心灵啊 所以我说 这不是我第一次当荣董 可是以前捐款 是出于害怕 会害怕 因为好像要积功德嘛 你赚钱 你又不积 那就害怕 然后呢 又觉得说 你赚钱不捐好像很小气 可是捐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叫Ghost 看过那个什么第六感 什么爱 那个Woopy Gopher 他不是那个捐款吗 那他又捐 他又拉拉扯扯徐医师 他那个支票 三百万要捐给那个 他就舍不得 那时候要捐款 就很舍不得 你知道吗 就害怕就舍不得 可是我这一次 我就 我说学习赛斯 让我完全 是我们人生 是来出差旅游 学习 考察兼玩耍 那我还多了一个责任 从小就是很怕命 还要监督徐医师 有没有讲好 对不对 上次这样 监督啊 公安哪里乎隆 也不可以嘛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大家真的很幸福 为什么 遇到赛斯 我现在每天 就是赛斯改变我的一生 我现在开始 我以前早上起来就很问准 不知道为什么 很不开心 可是我学习了赛斯以后 每天每天就这样 像今天 说独立以依赖 那我是又太独立 我不喜欢人家依赖 可是我又需要很寂寞 找一个人依靠 我就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了解我 我觉得我很孤单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幸福 我今天为什么要感谢大家 就是说我知道我今年 我曾经听过 人家说我还要缴费啊 我就听不到赛斯 然后大家来中正纪念堂 我觉得大家很幸福 因为我们从香港还要飞过来 在网路上看的 还要交钱吗 对不对 然后呢又是2D 其实在网路上 2D这3D 大家很幸福 我觉得我真的要很感恩 大家我捐款有这个机会 这种宇宙的爱 我现在的捐款是一种爱 而且我捐出一百万 我这边就来了一千万人 我一待很奇怪 我就做梦 我不敢随便做梦哦 一做梦我就签款 然后我说 后来有一天 我先生居然也跟我一起去 在香港 我们都只有在香港才能听 大家很幸福 现在其实是到香港 一年只有两次 以前每一个月一次 我都报不上 现在一年只有一次 我就只好到深圳去上工作坊 家政老师我也很感谢 因为我跟他去美国之行 我开始就很感动 家政老师是 来香港我一定去上他的课 那我这个捐款 我为什么会很开心 我一捐 我居然我先生 现在也是赛斯的 每次洗衣室来 他有会跟我去上课 他居然有一次 我说我觉得要捐款 有我这种爱 他说不要被骗财骗胜 因为他本来以为 洗衣室是女的 他说你一天到 听的CD有一天 他听到说 嗯 这个有东西哦 虽然这个人的演讲的技术 并不是很好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嘛 他不是来教你演讲 他是在跟你讲 宇宙的真理嘛 他说嗯 我跟你一起听 一听以后 他去买原文 他说这个 看这个 看很辛苦 他就 他现在就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赛斯家族 那他有一天 他就居然 我做梦 又梦到徐师 我就说 那他就问我说 那你今年想赚多少钱 居然呢 跟我讲 因为我真的心里有一个款数 他说那你想捐多少钱 天哪 我说这宇宙真的是资源 今天讲到说宇宙 我们是从同一块 一批布来的 所以我这个捐款 我鼓励大家 只要有力量捐出去 我们都是同一批布 我希望大家都很幸福的 可以在赛斯网络上 或是在现场 或是在现场听到许医师 那其实我 我不是害怕演讲 因为我常常跟员工演讲 可是我很害怕 许医师讲过之后 我上来讲 这个因为都一定要赢人家 一定讲不过他 虽然我老公说他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他技术真的一流 那谢谢 我要谢谢很多人 趁这个机会 就谢谢大家 我机会捐款给大家可以来听 免费的听 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要谢谢 真的是许医师 谢谢 今天许妈妈不在 其实我很想学习许妈妈 因为我说 你怎么这么高 生一个女孩这么好 啊我说 这个是赛斯说 我们在做家人 都是自己先商量才来的嘛 我下辈子我要 你也做很惊 对啊我好 而且跟我比较好 然后我要谢谢许太太 然后我要谢谢 真的要谢谢庸安 她常常跟我妈妈打电话 因为我妈妈是我的功课 我上次讲过 我今天早上 她我这一次回来 她昨天才出院 本来要带她来的 然后我妈妈也是我的功课 她竟然要出门说 啊你坐鸡车喔 啊你喔我给你叫 啊你喔 我说妈不是我做捷印 她说喔安心 她才出院她回去睡觉 然后昨天晚上说 啊你有学习没有啦 我才知道我看你一匹喔 你又出来 然后有时候我要 她如果到香港来 住在我家 我就特别要在洗澡间里面 看赛斯的书 然后我就进去说 妈妈我去洗澡 然后我坐在那里 我不知道怎么办 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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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15分钟以后 我说妈妈我洗完澡 她才说喔这样好 我妈妈洗澡洗一个钟 她有强迫症 有洁癖症 所以我妈妈洗一个功课 其他都不用讲了 她现在又说外劳要读她啦 什么她的媳妇要读她啦 所以我要带她去看门诊 她就说我没有毛病 我没有毛病 所以本来是希望她来 跟健健洗衣室 啊那男的洗衣室 洗衣室 他说好喔好喔 洗衣室可以 啊精神买不行 是我的很大的功课 后来呢 这我还没讲到重点 后来我看到我妈妈 后来我儿子 顺便做一个广告 很优秀 哈佛毕业 35岁未分 可是有一天 还没结婚 那做我的媳妇很幸福 然后有一天我儿子 我还没讲到重点 就跟我讲 说妈 其实我跟她 你和妈妈同样 喔 天呐 我才知道我还继续学习 所以谢谢大家 我需要继续学习 好 我们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们谢谢 我还没感谢完 还没感谢完 不好意思 我还很为人意 那 我要谢谢 塞斯妹 然后她上次 带我妈妈 跟她爸爸一起来 她有时候去上课 我也跟她一起去上课 有一次在 塞斯村上课 那大家现在都有联络 九方主任 我还没见过面 但是她会在LINE上面 跟我联络 我这次会跟她一起去 塞湾市 那么还有 我要报名 夏威夷 我要再次谢谢洗医师 今天当场报名 夏威夷 但是我去太多地方 又夏威夷 又我也不知道 报了再说吧 那我现在学了塞斯新华以后 以前呢 就是说一个月以后 我要担心的事情 我已经在想一个月以后 我现在学了塞斯新华 就说 大家每天都很快乐 不会不准 然后明天可以做的事 我今天觉得不做 但是因为我是退休人士 我不是鼓励一些上班者 计划还是要计划 但是 要摆烂的时候 要摆烂 这是我学习式的 摆烂 就是说 没缓都起来疼 听她下来 有人顶着 好 谢谢大家 好 很谢谢 美玲的分享 如果听她在分享的时候 提到那么多感谢 那 其实 感谢的人事物 也许不见得 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 当她让自己的心 充满那么多感谢的时候 其实人是幸福的 好 你感谢的人事物 也许不是那么重要 好 但是当你的心是充满感谢的时候 好 当下 你就是在幸福当中 好 那再回到我们讲的 独立与依赖的协奏 好 呃 如果 我要开始来说这个题目了 什么叫做 独立与依赖的协奏 好 第一个 我会开始鼓励大家 学习依赖 各位 你要学习依赖 好 来 什么叫做 学习依赖 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如果我们这样讲 假设 你把 赛斯 想成是鲁伯的圣灵 或是把赛斯 想成是鲁伯的佛性 那赛斯 曾经跟鲁伯讲过一句话 他说 你不要 担心 使用 我的能量 好 赛斯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放心地 使用 我的能量 来让你得到富足 得到健康 好 所以如果各位 你今天是个基督徒 我会跟你说 你放心地去依赖 或信赖 你心中的上帝吧 请你去 依赖有一个 全知全能的神 他永远跟你在一起 无论生前 死后 如果你是个佛教徒 我会跟你说 请你放胆地去依赖 佛的智慧 佛的慈悲 你永远要觉得有一个佛 永远地支持你跟爱你 各位 如果你是一个具有肉身的人类 我会说 请你开始 学会去依赖你周遭的每一个人 依赖他们对你的爱 对你的帮助 依赖你周遭的所有的一切的 能够提供给你的力量 各位 徐师这里说的依赖 是如何能够学习 形成一个合作的模式 你不需要把自己 变得很孤单 你并不需要为了证明你的独立 而让自己活得很辛苦 就像如果你是一个想要离家奋斗的孩子 你不用断了你跟父母的关系 你可以同时觉得父母亲永远是爱你的 同时觉得你可以使用自己的力量 各位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勇敢的去面对你心中的想得到爱 得到温暖 得到肯定的那个自己 甚至你要学会如何去依赖 内在的神性与佛性 或是刚才美玲也提到 徐师刚刚一直在讲的 如果我们是来自宇宙的那一匹神圣的布 各位 那么我要说 整个宇宙的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跟神通 全都在等着你 等着你 你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内在能量的资源 只要你学会如何把自己的心打开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依赖 是一种放心 是一种信任 是一种觉得 你是平安的 就像 有一次我太太在做一个个案 一个恐慌症的个案 她就要那个恐慌症的个案 反复跟她送念一句话 你要觉得你自己是被深深的爱着的 你要觉得你自己是被深深的爱着的 你要相信宇宙的支持你的力量 所以各位 宇宙是一个集体意识 可是这个集体意识是倾向于 让每一个个别意识 得到永恒的支持 来各位 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一段 就是我们来到人世间 人类的一种孤单 因为当我们获得个别意识的时候 我们获得了独立性 可是有时候我们获得的独立性 是牺牲了我们的依赖 各位刚才许师讲那个例子 各位记得吗 选我当中华民国总统 最后也顺便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好了 各位选我就对了 因为以后每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一样都发三万块新台币 每个月生活基本开销 各位 一发下去 每个人觉得 好心安喔 各位 可是 重点来咯 当我们在得到依赖的同时 刚才那个东西 你们聪明一点的人马上想到了 如果以后全台湾 每个人都发三万块 来你们猜会发生什么社会现象 来什么社会现象 蛤 腐败 腐败 你这么小就知道什么叫腐败喔 来小朋友你几岁 12 来为什么每个人都发三万块 你记得这样第一个想到的是腐败 这些阿姨叔叔好生气喔 来你为什么说是腐败 来说 因为这个小朋友为什么要念书 因为爸爸会跟他说 你不念书以后怎么工作 你不工作怎么赚钱 那他就会跟爸爸说 爸爸不用赚钱了 以后许医师当总统一个月发三万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 我不想上学了 各位听懂了没有 然后你们谁 可能立刻把工作辞掉 像大姐可能就把工作辞掉 他会跟我说 弟弟我不要赚那么多了 我三万块够了 我三万我先生三万 我们六万很好过日子 我可不可以不要上班了 各位听懂了吗 所以依赖从来都不是问题 而是依赖到后来 我们根本变成米虫 各位听懂了没有 因为你开始享受那个温暖 享受那种 什么都不用负责 享受那种舒适圈 各位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吗 有人能做什么要去做贵 所以当你有一个完全无后顾之忧 这就是之前人家统计数字 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常常自杀率最高的地区 不是社会最贫困的地区 常常是社会福利做得最好 像那种你们最羡慕到流口水的 像有一次我一个学员就跟我说 徐医师万一你有小孩的话 要不要来我们加拿大申 我说为什么要去你们家拿大申 他说我们这边申下来 从幼稚园只要是念这个公立学校 幼稚园到大学通通免学费 奶粉钱 对通通免学费 孩子从小到大不用付一毛钱的学费 各位 那大家要不要开始流口水 有你们开始流口水了 尤其是美国人最流口水 我最近才看一个统计数字 我吓死了 美国平均大学生 念完四年大学 负债100万到200万台币之间 各位 美国的大学生 平均念完四年大学 负债100到200万之间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大学生 跟父母之间很好玩 他们整个社会的习惯是什么 你从过了18岁 从开始念大学 所有你的一切 学费 生活费 自己负责 他们从上了大学 就要开始自己贷款去念书 台湾的大学生 如果美国的大学生 知道台湾普遍大学生 的状况 开始什么 流口水 各位 你知道吗 美国的大学生 念完四年大学 平均负债100万到200万之间 所以上礼拜有个新闻 各位记不记得 那些念名校的 包括哈佛的 包括那个 啊 什么 你是念什么的 哥伦比亚的 在找那个什么 养父是吧 找 任干爹啦 大学生 为了完成学业 找干爹包养 各位听懂没有 大学生为了付学费 可是他们的社会是 你上了大学 就不能跟家里拿钱的 让 找干爹包养 赔吃 赔完赔睡 各位 代价是什么 你帮我付学费 让我把四年大学念完 各位 哪里 美国 台湾的大学生还蛮幸福的 找干爹 只是为了名牌包 还不太看到是为了学费 各位 因为他们的社会 非常鼓励什么 独立 好 所以刚刚这个小朋友讲得很好 每个人给三万之后 可能整个社会就腐败了 各位 我问大家 请问 你们觉得 大多数的人 每个月固定 每个人都领到三万 那个人说 太好了 我的基本生存得到保障了 我就更可以去 独立 完成我的梦想 实现我的理想了 请问这种人多不多 大多数人会怎么样 我日子能过 就过过小日子吧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对 所以为什么目前的人类 会在这个困境里面 好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说 我会鼓励各位依赖 但是以赛斯心法来讲 我所谓的依赖是 你要能广泛的使用社会 所有的资源 你要能跟你的父母亲 打好关系 最好你的亲戚朋友 跟你的关系都很好 以至于如果你的父母亲 付不出你的学费 还有姑姑 舅舅阿姨 叔叔 愿意来帮助你 我们的社会 这种例子也很多 所以你要有 学会依赖的能力 在修行层面 各位 我们要学会 打通我们内在的 任督二脉 什么叫任督二脉 了解到 我们并不孤单 了解到 我们都是从神圣的 宇宙的那一匹部 剪出来的 而各位 这不是只是一个概念 你如何真的能够 从你的内心 得到宇宙的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跟神通 这是我们修行的境界 这是我们修行的 要达到的 内在的一种 开悟跟解脱 各位 可是 所有赛斯心法 或今天 许是要跟各位分享的 我们所有的依赖 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你能什么 独立 最后你把所有依赖里面 得到的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跟神通 展现在你个人的 独特性里面 各位 就是我常常讲过 基督徒说的那句话 藉由你的个人性 藉由你存在的独特性 彰显出上帝的爱跟恩宠 荣耀上帝的光芒 荣耀上帝的存在 让上帝觉得 你好棒 各位 就像每个孩子 每个孩子 为什么对自己的父母亲爱恨交织 同时 你又恨他对你的严格 跟要求 同时你又很感恩 他把你养大 让你得以依赖 可是同时你又多么渴望 哪一天借由你的成就 让爸爸妈妈说 你好棒 我好棒 你看 我从你们而来 可是我却借由我的存在 让你们觉得 你们的付出 多有价值 借由你的成就 借由你的光芒 荣耀了父母亲的喜悦 让他们的辛苦有了代价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是说 请从今天开始 加强你们的独立性 各位 我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到 我们可以来 思索 独立七种 个人性 独特性跟自我负责 甚至所谓的独特性是 当宇宙赋予你的独特的存在 你如何从你的角度 彰显出宇宙的智慧 跟宇宙的慧眼独具 各位 宇宙那真糟 怎么会有你的存在 整个大千世界怎么那么有智慧 为什么要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各位 可是你的存在对宇宙多重要 你的个别性对宇宙多重要 透过你的个别性 宇宙认识他自己 所以所谓的个别性是什么 各位 请倾全力 让你这一生 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请倾全力 让你这一生 活得 让你感觉 有阶段 各位 所以你个人性最大的发挥 就是集体意识最大的胜利 你个人性最大的发挥 就是整个宇宙最大的胜利 也是整个宇宙 为什么当你的靠山的原因 各位就像我们从我们家庭来 完美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靠山 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靠山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靠山 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 我们存在的光芒 各位 如果以人类的角度来讲 我会说 整个宇宙的智慧 整个神佛的智慧 是你的靠山 你跟神佛本来就是一体的 你本来就是从神佛那边来的 那既然要有神佛 为什么要有你 很简单 因为透过你的存在 透过你的独特性 神佛也觉得光荣跟胜利 因为你就是那 用两只脚走路 活在地球上 具有肉身的神佛 各位 就好像你的孩子由你而出 每每让父母觉得 骄傲跟惊奇 有没有 同时你为你的孩子的成就 感觉到什么 光荣 所以各位某个角度来讲 虽然我们是那 小小的渺小的人类 可是在所有宇宙的心目中 每个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你们是那无尽的宇宙 最骄傲的部分 所以各位 再次也讲过 像很多年迈的父母亲 你除了给他爱跟温暖跟支持 鼓励父母亲的独立性 也非常重要 鼓励父母亲的独立性 非常重要 老实说像我自己 常常在一个平衡里面 比如说我对我妈妈 我怎么样给他一份支持跟爱 可是同时 我如何鼓励我妈妈 去使用她自己的力量 我刚才不是讲 我妈妈到南部的乡下 没带钥匙 进不去吗 又换了冰箱 又换了水龙头 这边坏那边坏 各位 其实 我大姐就讲一句话 她说妈妈这样回去 搞到晚上九点还没有吃饭 好像连自己有病都忘记了 各位 因为其实听起来是很不孝 你知道吗 82 岁的妈妈 回到南部 门进不去 儿子不闻不问 可是各位 其实我们是在使用 赛斯心法 有没有 虽然很像是在借口跟逃避 其实我们是在使用 赛斯心法 鼓励妈妈的什么 独立精神 她越独立 她越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她越觉得自己有用 各位 好 所以 独立跟依赖 永远是必须交织进行 永远必须交织进行 你更依赖的目的 只是为了更发挥你的创造力 所以我多么希望全台湾 有一天每个人每个月都可以领三万 可是 你却因为领到三万 你不会腐败 你不会变成妈宝 你不会失去斗志 反而因为你的基本生存被保障了 你更勇敢的去冒险 你更勇敢的 各位甚至我这样说 好假设政府 好不叫政府 徐师一个月发三万给你 你更愿意去做一个月一万块的工作 你的逻辑是什么 反正我基本上有三万了 我活得下去了 所以我宁愿去做一万块的工作 很辛苦很累 我只赚一万块 可是我在发挥我的什么 理想 听懂了吗 而不是 反正我有三万了 我去赚一万干什么 各位 你更愿意去使用你的什么 能力 你更愿意去发挥你的创造力 你愿意跟宇宙证明你的独立性 你的存在的价值 而不是因为你获得了依赖 获得了基本安全感的保障 你就把自己生命的责任交给别人 各位 所以在独立跟依赖之间 是我们灵魂的功课 是我们在俗世轮回转世之间 不断的在交织 各位 包含你跟你的伴侣 所以各位 你们开始可以去思考 这边徐师也列了几个 你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 比如说 你自己的思想的独立跟依赖 你的情感的独立跟依赖 你的生活上的独立跟依赖 你的经济上的独立跟依赖 还有你的灵魂跟精神 的独立跟依赖 是什么 如何透过依赖得到安全感 得到一个保障 得到一个信赖 如何透过独立 而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实现自己的创造力 好 那独立的意义又是什么 依赖的意义又是什么 好 两个能不能相互加强 各位 比如说 假设开悟了 来 怎么叫开悟 开悟的是 我寻求到更大的依赖 我跟我的神性跟佛性 合而为一 各位 依赖了没有 依赖了 我不再是我个人了 我是一片大海 我是一片天空 我跟宇宙的那一匹布 合而为一 可是当我开悟了 其实我又必须踏上 更 独立的道路 我又成为一个新的存在体 我又更成就了我的个人性 当我获得了更大的依赖 我创造了更大的独立 在独立的过程当中 我成就了我的自信心 各位 当你的自信心越强 当你对自己越有自信 你就越可以使用依赖的力量 这个依赖 是你个人性 独立性的加强 所以反而当你越使用你的能力 你就越能够依赖更大的力量 你依赖更大的力量 你就越成就你自己 越使用你的个人的力量 所以独立跟依赖 两个像阴跟阳一样 永远循环 源源不绝 好 所以在今天的讲座 结束之后 我希望在座所有的学员 回去再思索 关于你生命的独立跟依赖 你如何让自己更使用你的创造力 创造更大的独立 而在你的独立的过程当中 你又能取得更大的依赖的力量 这样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结束 等一下我们在外面 来为各位圈迷 祝福大家 又能独立又能依赖 谢谢 谢谢